截止2019年8月31日,中国在长江已建成102座过江通道,再建39座,此外还有三峡和葛州坝两座大坝,算下来一共有143座过江大桥与隧道。 其中近日合拢的一座过江大桥刷新了多个世界记录,并吸引了众多网友目光。 沪通长江大桥于2014年3月1日动工建设,这是目前世界上首座超过千米跨度的宫铁两用桥梁。 大桥全长11.072千米,主跨达到1092米,采用钢逢梁斜拉桥结构建造。 沪通长江大桥位于长江江苏南通和张家港段,由我国铁路集团牵头建设,上层为六车道高速公路,设计时速100公里,下层为四线铁路,其中沪通两线铁路设计时速200公里,苏家城际铁路设计时速为250公里。 工铁两用大桥建设在我国其实已经非常普遍,其中上世纪50年代建设的武汉长江大桥就采用该方案,不过当时下方为双线铁轨,设计时速只有160千米每小时。 美国还在1957年为该桥拍摄过纪录片,这座大桥无论在质量还是寿命上都出奇的高。 数据统计,武汉长江大桥自建成以来连续被撞70多次,仍安然无恙。 经过养护后,原本设计寿命100年的武汉长江大桥还可以再使用50年,而国外同时期建设的大桥大部分已经报废。 普通长江大桥的面世与武汉长江大桥一样全球瞩目,因为它创造了多个桥梁世界之最。 世界上最大跨境的宫铁两用斜拉桥,世界上首座跨度超过千米的宫铁两用桥,世界上最高的宫铁两用斜拉桥主塔。 主塔高度超过330米,相当于110层楼高。 桥梁建设用钢量超过48万吨,这些钢材可以建设约12个鸟巢。 整个大桥混凝土用量超过230万平方米,可以建设8个国家大剧院。 整体来看,普通长江大桥的规模之大,施工难度之大,创造了世界桥梁与中国桥梁建设的世界记录与奇迹。 也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。 同样是跨江大桥,普通长江大桥为什么创造了这么多世界记录? 由于大桥位于长江中下游,这里的航道非常繁忙,所以对通航宽度与高度要求比较高。 普通长江大桥中间的航道宽度达到900米,高度63米,这也导致主塔与跨度要求极高。 此外,它还是一座公铁两用大桥,大桥桥面承重也比较高。 那作为斜拉方式的互通长江大桥是如何满足一系列要求的呢? 斜拉桥是大桥建设中的一种拉锁体系,通过连接到主塔上的钢篮吊起整个桥面。 这种桥的优点是比梁氏桥跨度能力更大,也是大跨度桥梁的主要建设桥形。 缺点则是建设粘度大,补义对斜拉锁进行锁力调整,施光观测与控制等。 此外,斜拉桥的防腐性能较差,后期维护工作量比较大。 目前,我国已建成各种类型的斜拉桥达一百多座,世界十大著名斜拉桥排行榜中,中国就独占八座。 这也为互通长江大桥的建设打下了基础。 互通长江大桥钢索强度达到两千兆帕,这也是国内第一次采用强度如此高的钢索。 每根钢索由451根直径7毫米的钢丝组成,其中最长的钢丝长度为577米,重达80多吨。 大桥上的单根钢索就可以吊起约1000吨的重量,相当于600多辆小汽车,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强度最高的钢索。 第二则是桥面钢梁架设,架梁吊机拎着钢梁跟已架钢梁进行对接,整体的线性姿态调整要控制在毫米精度。 工程师采用三个维度进行实时监控与调整,将几十个钢梁架设到位。 2019年9月20日,随着最后一节钢梁完成焊接,沪通长江大桥正式合拢,这座历史五年半的跨江大桥也正式建设完成,预计在2020年下半年通车。 沪通长江大桥未来投入水用后,将成为沿海的重要工铁过江通道,对尽快实现沿海铁路全线贯通起着重大作用。 此外还将提高过江通道运输能力,促进长三角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,而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,未来将有更多大桥在长江诞生。